各位 今天想介紹唐下鎮文化新村 一個公園 這個公園已經幾十年了 舊式的公園 我初初來東莞做事就已經見到這個公園 當時這個公園的人非常多 為什麼呢 因為後面就有些工業 工業區來的 現在的工業區都搬了 所以就比較平靜 加上我這次來就是中午 過了吃飯的時候 所以就很寧靜 以前呢 很多工人 因為來公園是最好的 免費 聊聊天 坐在那裡 買些零食在那裡吃東西 那麼 不用 消費那麼多 有些冰冰波桌也可以免費給你打冰冰波 那你現在來看這個公園已經是很殘舊的了 不過不要緊 大自然就是這樣的 這個是蓮花池 蓮花池也很久有歷史了 裡面也有一些魚在那裡 那麼 有時候蓮花開的時間都很漂亮的 那麼 我 因為我上個月 來東莞就來這裡 逛逛 回憶一下 當時呢 當時呢 這裡 真是 很多那些 最多就是工廠的工人 就來這裡休息 或者呢 放了工在這裡逛逛 現在呢 就靜了很多了 那麼呢 我 那天 來到呢 加上是 中兩點 三點 更加沒有什麼人 那麼 這個文化 新村 公園呢 那麼呢 不同 我上一集介紹的那個 那個呢 最近蓋的 那些東西比較新一些 這裡呢 就比較上 已經是很舊的了 地下都有一些 地都有一些幾破下的 那麼呢 但是這個環境都幾好的 很寧靜 那麼你也走一下 是不錯的 這個亭來 這個亭來 在這個蓮花池那裏 現在也有些人在這裡休息一下 那當然不多了 因為 都沒有了 以前那些小型的工廠在這裡背脊那裏 啊 有一排的工廠大廈的 那現在沒有了 那你就 變了來說 環境變了 這個 這個公園呢 我們 就因為呢 如果你不是住在附近 就很少來的 走的 但是那時候我們 就是有些 朋友 住在文化新村 那麼呢 探他的時間呢 就順便來這裡 有個池 這裡 那你就 那你這裡有時拍照啊 還有 聊聊天啊 那咯 但是現在來講 靜靜地更好 其實 沒有以前 以前真是 雖然是公園 但是也很吵雜聲啊 因為那時候人多嘛 那時候 這個蓮花池 面積都挺大的 那有些亭台流閣 那不放你這裡打卡 也不錯的 是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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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订阅 点赞和给个like 多谢 拜拜 感谢观看